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中区包括了凤林以及光复两地 从2021年发现红火椅入侵危害之后 花莲县政府在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的协助之下 积极的防治同时 今年都市招募了成立红火椅防治队 并且开办为期两天的研习训练 每一位学员都必须要接受专业 而且严格的平和和考试 及格的后才能够获得县政府发放的证照 在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的指导下 花莲红火椅防治队的成员实际下海实作 从独立以求贯注 施撒耳机与立即标准作业程序 展现了这两天红火椅防治延续训练课程的成果 所以用贯的没有办法 要把一百至一百都把它拐弄 让它赶快 尽量检查 对 尤其在这一边 2021年 华联州区凤林 以及光复两地出现红火椅中击后 当时现在不在国家 红火椅防治中心协助下 全面产出防治 然而红火椅生态性强 该估受害面积就达2500多公顷 相当于有两座光复乡平地森林园区的受害面积 农民忧心 县政府更是高度关注 全面监控的同时 今年也招募成立红火椅防治队 并且开办为期两天专业的研习训练课程 两天的研习训练课程就选在 红火椅受害的光复以及凤林两乡镇 吸引两地将近20多位的学员参加 县政府结合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 规划包括静态的入侵红火椅的生态 危害与伤后护理 防治侦查等标准作业流程 卫星定位系统操作实习 及轨机覆盖率计算 以及户外实作测验等等 精辟专业的内容让队员们获益匪浅 培训花莲在地的红火椅防治尖兵 县政府不马虎 在开办两天专业的研习训练课程 及户外实作后 也进行学科与数科各70分以上的平和与考试 未达50分以上则重考一次 若出席表现 学数科考试及格者 县政府才合法诊兆 这一次研习训练节业后 学数科考试成绩也将会在两周后公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连续练